今天我们的这个养生公公呢 仍然是为大家请来的中医师蔡子明医师 来跟我们讲讲中医守则 好有请蔡医师 哈喽蔡医师早上好 早上了蔡医师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啊 其实很少会有人说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说一些那个 其实香港那个注册的一些中医师啊 其实我们都有一本那个专业的守则 那么如果作为大家作为病人的话 如果能够了解我们中医师的某一些规条的话 也许呢我们第一能够保证 我们病人的一些权益 那么第二呢也能够了解一下 我们中医的行业原来有这么一些 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些规条 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了解一下 对了我都没有想过要了解这些中医的守则 其实呢我们头一条那个规条啊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 就说如果一个中医师有药物的处方 则必须发出处方与病人 那么这个呢我们看有些可能是我们的前辈们 可能他已经是七八十岁 有时候啊有些病人去看他们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药方给他们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药啊可能是有些秘密 可能是有些秘方 也许是不能让人知道的 但是呢我们中医的规条 说必须发出处方给病人 但是如果呢 当然是对于我们是比较重要了 因为病人也要知道我们他吃的是什么药 但是呢对于一些比较老前辈啊 他的中医来说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 但是病人要知道 如果说我看了病 其实是法律上面是可以像这个中医师啊 是必须得要那个处方的 好就说我们有权利可以这样做的 可以这样要求的 可以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天发的那个处方啊 必须自己要清楚容易辨认 辨认不了 他们其实呢 不可能辨认的 所以广东有一句话叫拐一把符 就是说 因为呢这个是有那个历史的原因 因为呢以前呢有一些中医他看病的时候 也是由于他那个方子啊 可能是有一些秘密 你药量上的秘密 所以呢他和那个药师 就你去检药的时候 就必须得按他的像是密码一样的 他的药师才懂得那个药方 你写的是什么药 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原因 但是呢 现在如果说是新一代 我们注册的这些中医师来说呢 先发的处方是必须得自己要清楚 容易辨认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中医呢 都是用那种电子的处方 所以都是电脑印出来的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已经开始用电子的处方了 是吧 我还没碰到 有的 我的军医师还是龙飞凤舞的 对啊 手写的 而且写的那都不清楚的 你看不懂的 还有呢 还有呢就是说 不得或者说不应对其他同业 或者是其他的医疗专业呢 做出诋毁 就是说 哎我不能说 那个医师不好 你不能去看他 我不能说哎 那个西不好 你不能去看他 因为我们中医啊 始终是有一个比较深厚的那个中华文化的那个底蕴在里头 我们觉得不能够自我标榜 就是说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的规条当中啊 就不能说对其他的医疗专业做出诋毁 这也是专专业的守则了 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在缺乏正当的理由之下 声称拥有独门的治疗方法 就不可以 独门的治疗 不可以声称 不可以说 就说 即便是说我治这个流皮险 那个 治的比较好 我也不能说 我有一个祖传的一个秘方 不行 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是前十年吧 那个时候可能那些街上的那些贴的一些宣传还是比较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包治流皮险 包治什么湿疹啊 皮肤病那种嘛 对不对 其实那个如果说是真正的中医啊 他如果是根据这个守则是不能够这么写的 对呀 怎么可以写包治呢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还还看到有一些医生 或者说你不确定他是不是医生 他说自己拥有一个独门的治疗方法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存有怀疑 好 存有怀疑 要提高警惕 他到底有没有行医的资格 对对对 要小心 那么还有一个规条呢 就是说不得向病人施加压力 就是说 词话怎讲呢 词话怎讲 就是说 你如果不看我的话 你这个病没法治了 你如果不看这个病的话 这个病啊 以后就越来越重了 不得恐吓病人 对呀 恐吓病人 对 反而我觉得自己 so far遇到的这个中医师 也是蛮好的 对对对 他都跟你说 你下次不用来了 因为治好了 对呀 你下次不用来了 我真的 对 我真的试过这个中医师 因为每次都排很久 然后他都会这么跟病人说 你就治好了 或者你这个调理得差不多 你下次来了 我的中医师呢 就不说话的 我的中医师也不说的 我们可以问我 我没死啊 我们可以问 sup 好 风 我问他 足够了吗 我想问一下 我想我想 那个那个蔡医师 这个中医师 他不怎么跟你说话 可以吗 那我可以要求他 多说几句吗 那么这个是没有这个规条的 没有这个规条 他说一个字 那也念得一遍了 对 已经说了三个字了 风 很像 那么一般说是 比较熟的病人 也许呢 有些前辈啊 他可能 他看病的时候 病人量比较多 而且那个 可能他自己 对于自己那个治疗 很有信心 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 其实不同的医师 有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风格 那么我们说完这些 我们具体的这些 需要了解这些规条 我们看看 其实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呢 其实我们唐代呀 有一位我们叫药王 一位医家 我们叫孙思苗 对 孙思苗 孙思苗 那么其实我们看 内地好像有一些地方 是有他的这么一个药王像 对 就立了一个像 纪念他的 对 纪念他 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 也是他写了很多 很有用的一些经典 那么他写了一篇 就是为他的一个经典 就是为他的一个经典呢 写了一篇序 这个序呢 这个序文叫大医精诚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作为中医 作为医生 要当一个大医 这个大医就是说 我们说我们这个观点呢 我们这个胸怀 是胸怀所有的病人的 怎么样能够做到大医 他就是说精诚非常重要 就是说精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医术 要日日精进 那么成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高尚的人格的品德 就这个人格的品德 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规条当中 其实这些规条 它并不是说来规范我们中医什么的 其实更多是一种提醒 原来经成这个成人格的品德 医德对于一个中医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孙思淼他的这个文章当中 他投一句啊 就已经说了 他说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就是说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当一个医生 我们看到病人非常有钱 我们去想一些什么 那我们心里不安定的时候啊 那个医生的心里不平 怎么能够把病人调平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我想孙思淼的这个这句话呢 不仅仅是中医的医师呢 应该牢牢记住 凡事我觉得医者父母性嘛 是 就从医的人呢都应该记住 你自己要保持 一定的道德 有道德 而且呢平和的心态 你才可以好好地去治别人 对 那孙思淼有讲过 就是说 繁育治疗先以食疗 所以呢我们的饮食 有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一点啊 今天谢谢曾医师蔡子明 给我们的这个有趣的一个讲解 谢谢你 谢谢蔡医师 拜拜